尼古拉斯赵瑟尔 二婴他爹 为雪女来到北京 陈有亮 为躲避家中河东基的家暴 逃入京城 尼古拉斯赵瑟尔和在北京的女儿英子失去联系 乘坐自己的首幅拖拉机前往北京寻找 陆遇重地痞 调戏老板娘 努儿出手 教训重地痞 木大武王本天中武艺高强 山手不凡 但此处没能看到其成名的街舞秀 实在是让我等粉丝遗憾啊 在北京演艺捐求发展的英子遭遇潜规则 满心委居的英子给大海打电话速呼 大海决定前往北京 巧遇想逃离家暴生活的陈有亮 二人结伴近境 两个华宝路上状况不断笑料百出 英雄救美 又被美吓跑的落难英雄赵字 在捡吃摊位剩饭时武打武装 对上了毒犯暗号 无意中协助警察剿灭了毒犯 大海和陈有亮也顺利地找到了英子 并将英子带走 两个来城里闯荡的年轻人 经历了御市群殴和餐馆打工被欺负后 决心走上大杂抢的制服道路 却是出事不力 惨遭武术女蹂躏 二人精心谋划的银行抢劫 又遇到真正汉匪 幸运我照字解救 制服劫匪后 三人仓狂离开 圈内三里哥决定将英子三人作为真人秀主角 用偷拍的形式进行 于是茫然不知内景的三人迅速走上了人生巅峰 英子成了单红女模 大海收到了便宜老爸的巨额遗产 而陈有亮被沈总定为下一代巨星培养 大好的生活蓝图在三人眼前展开 在酒店享受特殊服务的陈有亮被妻子小飞找到 伤心绝望的有亮打了小飞 赵瑟儿带着新收的两个小弟 接走了文松 逼问英子的消息 此处为文松个人演技秀 小飞找到英子哭诉 却不知沈总和萨里哥正在评点自己的节目 大海替代求婚被英子拒绝 赵瑟儿新收的两个小弟显然不是真心 看到英子电视节目后萌生改意 二人灌罪赵瑟儿文松趁机逃走 被萨里哥的车撞倒 得知消息的萨里哥来控制了二人 却取而代之绑架了赵瑟儿 希望得到精彩的真人秀节目 三人得知自己目前生活的虚假 失望愤怒之余在文松的带领下前来解救赵瑟儿 一场闹剧过后妇女二人相见 如同传统影片一样 坏人萨里哥属于话多 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么高 甩下来没事拍电影嘛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